你会撒谎吗 老实说我这辈子都没有撒过谎 我自己的长相自己清楚 所以我从不会跟别人说我很丑 帅就是帅 为什么要撒谎说自己丑呢 我想我的铁粉也一定认为少年是超级无敌帅的 对不对 嘿嘿 果然不是我自恋 长得帅怪我吗 啊 我说不下去啊 我只是在幻想这世界如果没有谎言那会怎样 可曾经地球是真的没有谎言 所有人都不会撒谎 当你看人不爽的时候 内心想表达的都会直接说出来 有位小哥就在人家婚礼上 直言说新娘就是贪钱 如果没钱 他哪里会嫁给新娘这种丑八怪 并且还把新娘的过去给捅了出来 指着另一位小哥说 新娘曾经被他给推倒了 听完这话 新娘非常愤怒 他抓着小哥的衣裳 大声的质问 而在这个没有谎言的世界 情感纠纷是作为常见的一种 还有 就是政治家的贪污问题 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着媒体说 自己贪污几百万 怎么了 自己要为国家做事 五百万 怎么了 大惊小怪的 电视上的广告更是离谱 没有什么瘦身产品 有的也就是这种高热量的汉堡广告 他们还会好心地提醒大家 吃了会胖哦 但是不吃 你也会很难受哦 这就是这个世界 没有谎言 没有欺骗 小哥此时就要面对草鱿鱼的尴尬局面 领导说 只要裁员一个人 总公司就会发奖金给他 可小哥却在找理由 他说都怪公司的产品不好 业绩差 这不是他的问题 可领导的回答却非常完美 但小哥无言以对 嗯 你说的都对啦 产品是不太好嘛 但是呢 我就是想逃你由于你明白吗 疼爱 事业的不顺 导致了连锁反应 爱情也变得不顺 女友得知了小哥失业了 于是便提出了分手 而分手的理由也很直接 总公司的老总在做一人家 他能没有钱 你那么穷 哦 我觉得我做他女朋友会比较舒服啦 仅仅是一天 小哥的人生就发生了大变化 在回家的路上 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钱包 里面的金额还挺多的 于是小哥便打算占为己佣 可就被警察叔叔给发现了 他询问这个钱包是不是小哥的 他当然说不是啦 于是警察叔叔就打算逮捕小哥 这可怕小哥吓坏了 他没有偷钱 他不想坐牢 看到如此惊慌的小哥 警察叔叔也变得异常地紧张 他拿起了枪威胁小哥 生于死就在一殿之间 小哥竟然意外地说出 这钱包是自己的 从这刻起 世界的规则好像改变了 但警察叔叔还是相信了小哥说的话 他连忙配不适 给小哥道歉 从了之后 小哥就发现自己好像可以违背内心 所想的事 说出不同的话 他赶紧向这个发现 告诉自己的好兄弟 其中两兄弟不明白小哥的意思 但随着小哥 叫到他们说出谎话后 他们也感受到了世界规则的变化 于是全世界就知道他们三人懂得撒谎 他们开始利用谎言而作剧 这叫群众的恐慌 老大高级餐厅就餐 欺骗服务员自己已经付了钱 对着几位长相普通的女子 说你们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从没有被这么夸张过的女子 就跟小哥他们三人去给提位唱歌啦 没有任何人怀疑过他们说的话 而谎言就是这么由来的 小哥三人是开中谎言的创始人 二桌剧玩意了 他们就想利用谎言来赚钱 他们用普通的矿泉水决定欺骗群众 这是喝了就会幸福的幸福水 电视台的人也替他们打起广告 一瓶价值9800元的矿泉水 被群众纷纷增加 每个人为了幸福都不惜买下了它 而制作过程其实不过就是装装水罢了 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成了一碗富翁 可很快问题也就来了 因为那些买了幸福水的人 并没有感觉到幸福 他们纷纷找小哥投出产品 为了开脱小哥欺骗他们需要五年的时间才有效果 这不是先要是需要慢慢来的 而群众依然相信小哥说的话 所以这件事就像被平息的 但有一位小女孩却哭了 他责怪小哥为什么不早点说 他给妈妈买了幸福税 可妈妈还是去世了 为什么不早点说 而小女孩的哭泣 就让小哥意识到杂谎的危害性 原谅谎言竟然可以让人伤心 难过 愤怒 他找到了小女孩的家中 小女孩此时并不在家 可小哥就见到了阿婆 阿婆给他讲述了小女孩对母亲的思念 小女孩不断辞责 都怪自己没有用 而这次对话 让小哥回忆起了自己的过去 母亲的离世 自己好像也非常地难过 正在他回忆的时候 他发现小女孩独自一人 他急往跑过去 想得到小女孩的原谅 可小女孩却压根没有怪他 毕竟得到幸福 是需要五年的时间 母亲并没有那么多时间 听完这话的小哥 他发誓自己以后 绝对不会再撒谎 但在这试验间 他还得再撒一个谎 他欺骗小女孩说 他母亲曾经告诉他 会永远永远守护女儿 因为自己很爱他 而这个善意的谎言 终于让小女孩走出了阴影 在最后 小哥选择了自首 他将谎言公之于众 一瞬间 整个世界的人都学会了撒谎 每个人都开始逢闯作息 在自己的脸上 贴上面具 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我不知道 我无法想象世界 如果没有谎言 会是怎样 因为在影片中 学会撒谎的世界 争斗 俱纷 明显变得更少 可谎言 却一直都是毒瘤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看你如何定义谎言 例如 少年还是很帅的 少年解说最棒了 少年我要给你生猴子 这些都是不错的谎言 片名 世界其妙无语之 谎言诞生的日子 这部电影虽然不是很长 但小女孩的那一段 可以让很多人深有感触 我是少年 一位从不说谎的 电影解说 那咱们 下期再见 希望还有下期